中俄与伊朗的新布局 让美国担心的事成现实 美军轰炸机赶赴中东 近日 在伊朗重返伊核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美军派出战略轰炸机赶赴中东 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 晒出B-52轰炸机与科威特F-18战斗机 在科威特领空飞行的照片 并强调这是美国在旅行对伙伴的安全承诺 无独有偶 美国第九航空队司令格林克维奇也表示 如有必要 美国将能向中东投入压倒性战斗力 那么美国军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表态呢 结合伊朗与中国 俄罗斯近期的互动来看 美军的信号显然不是只给伊朗一家看的 直观上看 两名美军高层既是在向盟友喊话 也是在向盟友做出保证 美国对中东盟友的安全保障承诺没有变 进一步讲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承诺 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之行是有关系的 7月 拜登为压制居高不下的油价 降低国内史无前例的高通账 而访问中东 一来 想拉着沙特 以色列 印度 阿联酋等国搞出一个中东版北约 用拜登的话说 一方面 为了遏制伊朗的进攻性政策 保护蒙古安全 另一方面 则是不希望中俄填补美国 从中东战略收缩后的权力真空 二来 俄乌冲突后油价飙升 大俄溢价使得俄罗斯拥有更多资源继续投入战争 拜登希望借鉴上世纪80年代 与沙特联手打压油价 在经济上给苏联放血的成功案例 说服沙特石油增产 稳定国际油价 用迂回战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 但两者都未取得明显成效 美军撤出伊拉克后 伊拉克什叶派政权进一步倒向伊朗 伊朗在中东的什叶派之湖更加牢固 以色列希望与伊朗维持现状 不想主动招惹伊朗 沙特则希望伊朗能在野门问题上 让胡塞武装服软 中东版北约只能搁浅 能源问题上 因本届美国政府始终奉行价值观外交 对于此前沙特记者卡书吉遇害一案耿耿于怀 拜登还曾因此放话 要让沙特成为国际建民 令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颇为恼火 而且就目前美国的国内证据来看 沙特认为民主党中期选举就会失去两院控制权 薄角压政府通常承诺都不可靠 与其现在与美国配合 不如推民主党政府一把 加速其失败 等到亲沙特的共和党上台 再交投名状 而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中俄与伊朗合作的新战略布局 7月 为了对冲拜登访问中东对俄罗斯的消极影响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出访中东 跟伊朗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与此前中国与伊朗的25年合作协议遥相呼应 中俄一三国目前不仅在能源合作上取得突破 地缘政治上的合作也是成果破风 在俄罗斯的牵头下 从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经过离海通往阿塞拜疆的油气管线计划 已经取得阿塞拜疆的同意 建设成功后 俄罗斯经过波斯湾走海运到中国的能源通道将会成型 发展的通道带来资源的聚集 将会大幅提升中俄一三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 在伊朗之外 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近年来也大幅好转 阿斯塔纳进程和纳塔冲突协调机制 使得俄图有了更多协调利益的框架 俄制S400防空系统也已经在土耳其落地 安卡拉正在更加靠近中俄 而中国又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进口国 中沙关系始终友好稳定 近年来中国对沙特的军售也在不断扩大 两国的关系开始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迈进 中东的另类强国以色列 则与俄罗斯保持着特殊关系 二次世界大战中 因苏联反德国纳粹出力最多 大量犹太人违反抗德国的迫害 进入苏联定区 以色列建国斯大林是支持的 还鼓励大量苏联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保留两国国籍 所以对此次俄乌冲突 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 并没有反对俄罗斯 反而与俄方领导人多次通话 中俄一的这些合作与举措 从某种程度上说 已经有打破美国在中东的强权政治的可能了 再加上对美国在中东传统盟友的影响 中俄一三国的新布局 很有可能让美国担心的是成为现实 根据彭博社近日的报道 西方舆论认为 美国的三个主要地缘政治对手 中国 伊朗 俄罗斯 正在联合起来反对美国 这也是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 布勒金斯基 1997年曾预言过的 美国最为担心的事情 因为如此一来 美国的全球霸权就真的会动摇 从美国军方在这个节骨眼上 派战略轰炸机赶赴中东 执行针对伊朗的威慑任务来看 拜登政府确实对中俄一的合作在意了 哪怕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双边或多边合作 建议与中俄共演武器后 伊朗称将购买苏35 美媒三国证联合反美 美媒又开始营造所谓的危机感了 这次除了例行提到中国 还加上了俄罗斯和伊朗 彭博社发布的最新专栏文章称 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正在慢慢联合起来反对美国 其中包括中俄一三国 文章作者表示 尽管这三个国家没有官方公开承认 彼此有相互保护的义务 有别与美国同其他国家通过协议确定的联盟关系 但不得不承认 中俄一在与美国敌对的问题上越来越团结 文章披露了多个中俄一加强军事合作的蛛丝马迹 比如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 中国就宣布与俄建立无限制的战略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 伊朗也在为俄提供军事援助 此外 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紧密的战略关系 中俄两国很少公开提及中俄一之间军事合作的内容 但伊朗非常热衷于该问题 此前在三家军队2022国际军事技术论坛期间 伊朗代表就直言 中俄一应该在研发和生产武器方面建立合作 三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 因此合作非常有必要 伊朗代表还表示 伊朗的无人机制造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防空系统也能与世界同类型产品展开竞争 如果能够促成合作 伊朗可以提供无人机 防空系统以及蓄电池方面的技术 实际上中俄一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预升至新阶段 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就是联合军演 今年年初 中俄一在波斯湾举行了代号为海上安全带2022的大规模军演 三国共派出了14艘军舰参演 中俄一三国的特种部队也加入了本次演习 当时中国国防部表示 此次演习旨在深化三国海军的务实合作 展示三国共同维护海上安全 积极构建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能力 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另据外媒披露 继年初的联合军演之后 中俄一三国联合其他七国 又在加勒比海举行了海上联合军演 虽然有消息称 这次军演可能是为了打击拉美海盗 维护各国船只的航行安全 但依然引来众多美政客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这是中俄一等国来美国后院示威 美国媒体和政客的反对之声在强烈 也改变不了中俄一军事合作日益紧密的事实 就在美媒血染中 俄一威胁后不久 伊朗空军司令瓦赫迪就向媒体证实 购买俄罗斯苏35战机 已经列入伊朗空军的议程 伊方希望未来得到这款先进战机 有外媒透露 伊朗今年1月同俄罗斯签订了一份 总价值100亿美元的防务协议 根据协议 俄罗斯将向伊朗提供24架苏35SE战机 两套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和一颗军用卫星 目前 俄方有13架苏35现货 伊朗可以随时提货 中俄一之间的军事合作往往是双向的 物美价廉的伊朗无人机也是俄军所需 据美媒报道 伊朗首批出售给俄罗斯的查打一体无人机已经发货 其中包括迁徙者-6和见证者两款先进无人机 他们都能携带精确制导炸药攻击敌人 尽管伊方没有明确承认对俄出售无人机一事 但伊朗官员在视察无人机企业时 曾赞扬他们拥有自主创新能力 肯定了他们在无人机出口贸易上取得的成绩 严格来说中俄一三国的军事合作不是反美 而是反霸权 美方在渲染他国对自己的威胁时 更应该自我反思 为何中俄一三国逐渐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 中俄一之所以加强军事合作 正是受制于美国极其盟友的极限打压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这么简单的逻辑 美方应该明白 只不过美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愿意承认罢了 中俄一开始布新局一条陆海相连大动脉 将俄一石油同时输往中国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日前表示 如果土库曼斯坦决定建设跨离海书记律书管道 那么巴库方面将给予支持 这看似是土库曼斯坦与阿塞拜疆经过多年搁置再度重启的合作 实际上却有中俄一布置能源新局的影子 从离海管线的建设上看 途径的国家带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 曾将阿塞拜疆比喻为装满离海和中亚财富的大瓶子的瓶塞 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俄罗斯控制 中亚各国就无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可言 布热金斯基同时强调 阿塞拜疆如果丧失独立 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 而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影响不容小觑 纳卡冲突以来 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将亚美尼亚打得落花流水 俄罗斯却没有出兵直接援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的亚美尼亚 反而在亚美尼亚有一定损失的情况下压它与阿塞拜疆和谈 俄罗斯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同时 得到了阿塞拜疆领导层的赞许 毕竟如果俄罗斯介入 顺风局将变成密封局 俄阿两国关系升温 但是亚美尼亚随时有可能再次成为俄罗斯制衡阿塞拜疆的王台 所以巴库需要莫斯科的支持 对于俄罗斯的诉求也就不会视而不见 土库曼斯坦作为俄罗斯的重要盟国 始终是俄罗斯的坚定支持者 今年6月 普京总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首次出访目的地就是土库曼斯坦 在俄土领导人会谈中 两国就一系列经贸 政治地区问题达成共识 其中也包含了能源合作 再加上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之间特殊的民族关系 与阿塞拜疆的油气管线合作并不会遭到土耳其反对 土阿管线才得以顺利展开 从战略方向上看 如果这条管线顺利运行 俄罗斯不仅将土库曼斯坦 阿塞拜疆成功地整合到了自己的新能源战略当中 更重要的是 这将使得俄罗斯石油可以通过陆上管线运网伊朗 而一俄两国的石油 则同时从波斯湾经过印度洋 南海输送往中国 土阿管线由此成为一条陆海相连的大动脉中 帮助中俄一能源新布局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所在 中俄一能源战略也因此将会是离海和波斯湾地区 实际上根据美国政客新闻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不久前访问伊朗时 已经与伊方达成了经过离海地区路上输送俄石油的合作意向 中国原本就是俄罗斯能源重要消费国 俄乌冲突爆发后 进口俄油 俄气的数量更是大幅度增加 今年5月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约200万桶日 6月进口约178万桶日 7月进口约168万桶日 中国消费的俄罗斯石油 已经几乎占到俄石油出口的一半 而在目前维也纳的伊核协议会谈中 俄罗斯也是力挺伊朗 希望西方能尽快取消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 对此 伊朗在外交上感谢俄方立场的同时 还表示愿意进口俄罗斯石油供本国国内消费 同时将波斯湾石油与俄油置换 由俄罗斯船队运送销网其他用油大国 如果这条大动脉成功运行 起于俄罗斯 终于中国的能源大通道将大通任督二脉 使得中俄一的合作再上新台阶 这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恐慌 据彭博社报道 考虑到中俄提出合作上不封顶 俄罗斯又与伊朗签订无人机技术出口项目等 如果能源再将三个国家联系到一起 那么美国的这三个地缘政治对手 有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美国 不过眼看声谜已经组成熟绊 原本可能对离海油济管线持反对态度的 阿塞拜疆都已经公开表示同意 中东多国也早就苦美就已 对于中俄一合作的新布局 美国能做出的应对十分有限